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 Peple公民新聞報 在新北永和的樂活基地裡 有一間獨角獸書店 有小朋友們來擔任店長和店員 負責整理木萊的書籍 他們也舉辦活動 促進書店和社區的互動 讓孩子們有提早參與社會的機會 位於新北市永和區的 樂活共生實驗基地 它的前身是國防部账務中心 在這裡有一間不賣書 不外借 不飄書的書店 有小朋友擔任店長和店員 我們今天早上來整理書 然後我們整理的時候會進行擦拭 然後把它封關之後貼標籤才能上架 獨角獸書店和基地社群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讓這個閱讀空間 適用不同的年齡層 同時也藉由舉辦活動 促進書店和社區的互動 在樂活基地就運用既有的飄書 然後讓孩子們成為小店員店長 然後來做書籍的挑選 把這個空間改成這個獨角獸書店 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要開會 要同仇 一個活動從無到有 這件事情是你花再多錢都買不到的 因為他們兩個是自學生 所以在他們平日的時候是有比較多的時間 可以來這邊幫忙 那來這裡幫忙也是一種社會的參與 做類似像公益的事情 他們從小到大都有這樣子的 這個社會的這種社會參與的經歷 假日來這裡走走 你能感受到書店的同心與溫馨 就像書架上的書 每一個篇章都是未完待續 值得探索的新頁 花蓮的還好書屋 是一間陪伴孩子一起成長的書店 但在今年的0403花蓮長震中 房屋受損嚴重 有許多在地的志工朋友 自發吸引錢來幫忙 協助書屋重新站起來 把書給搬出來 一直陸陸續續來了三十幾個人 然後兩個小時多 就整個這間就清空了 所以其實是也蠻感動的啦 就是大家就是 一方面是對閱讀還是抱持著熱情 二方面也是真的很支持我們 就是願意就是 陪伴我們去度過這次的難關 江沛請大學就讀社服系 對於公共議題都會關注 多年來逐漸歸納出屬於海好書屋的三大方向 環境 親子 與性別議題 其中海洋議題是他們努力推動的 既然我們決定要開書店 那花蓮又是一個沿線環海的一個縣市 那台灣又是一個海島 但是大家對海的認識很少 我們應該就是要特別去規劃一個海洋的一個書種 他也深信閱讀能夠影響人的思考 進而改變人的行為 並透過社會實踐 保護環境 豐富文化底蘊 還好書屋期許能夠發揮社會影響力 留給孩子們更好的自然人文環境 MUZING